哈喽大家好我是冰飞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飞 我们明天就要返回圣彼得堡了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热尼亚收拾箱子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行李箱里还有点地方 所以说热尼亚想买点什么大亚菜 想买点这个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带回圣彼得堡 因为圣彼得堡的蔬菜和水果 说实在的和土耳其比 真的不算太好吃 而且很多这个 没有见过的水果 人家想带回去给朋友尝一尝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出门买一些这个蔬菜跟水果 看土耳其的这种居民区生活的这种小街道 特别特别有意思 这是个小广场 这个是一个化妆品店 然后前面前面就是一个水果摊了 前面就是一个水果摊 我们打算上那个地方买点蔬菜跟水果 正好今天晚上把它放到箱子里面 明天咱们就撤了 三个小时就飞到圣彼得堡了 这边的蔬菜比比得堡的要新鲜 而且还要便宜好多好多 水果什么的 大家猜我们发现了我发现了一个在中国经常吃的这种东西啊满大街都是啊 但是热鸾从来没吃过的这种东西 这种辣椒人家 这种辣椒在彼得堡好像也没见过是不是 对这种辣椒在彼得堡也没见过 那好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是辣的吧 啊 你不是不太喜欢吃辣吗 就买点你没没吃过的东西 而且还有你能吃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喝吧 喝吧 你真没见过这种豆角啊 没见过 没有 哎 比特宝那种绿色的有没有 绿色的豆角 这些料呢 也有一些里面 嗯 那里面有没有 啊 现在买好了 这个 这个多少钱 15里了 15里了啊 10块钱 对 哈哈 对对对 白葡董糖豆角 白葡董糖豆角 嘿嘿嘿嘿 对对对对 做了吗 你没有这么说 我压力好大 我从来没自己炖过豆角 等那个回彼得宝我眼睛眼睛怎么怎么做 一定给你做一个最好吃的 排骨炖豆角啊 白董糖豆角 别给我太大压力 呵呵 好 蛤? 蛤? 这些睡觉跟你差不多 что это? 太可爱了 你看,他睡在 магазина чтобы далеко не ходить потом проснулся, поел 睡醒了 还有肉吃 с кем-то это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что это пахнет с кем-то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еще веще это если взять это дедоволевый все просто сюда вещ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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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吃过 尝一尝可以 尝尝吧 哎呀 真会过日子 咱娶这儿 咱娶这媳妇儿 娶的多会过日子 这是什么 有点像香瓜子 好像不是 7个里拉 7个里拉 不贵 7块钱人币不到 可以可以可以 雷奥已经受不了了 我们买葡萄的时候都非得吃一个 好吧吃 这是什么 葡萄 葡萄 跟你似的 一见着吃一分钟都等不了 叽利都如 叽利都如 对葡萄 西瓜叫什么 圆咕隆咚 都没花 看我们买的水果 这个压坏了 雷奥想吃葡萄 雷奥你想吃蝶子鲁 这土耳其的水果真的很便宜对吧 这些水果我们一共就大概就是花了三四十块钱人民币 对不对 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块钱 我们买的葡萄买的这个无花果 然后又买的芒果 然后又买的还有这个 这个这果这果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这果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有点像国内的香瓜子啊 但是也不是啊 大概才花了三四十块钱 如果要是在俄罗斯的话 一个芒果 这一个芒果的价钱差不多就是这个全部的价格了 差不多啊 这是无花果吗 什么不是无花果 无花果 雷奥想吃雷奥就看好这个葡萄了 吃葡萄去了 你吃你吃一个这个 你尝尝这个好不好吃 无花果 想吃葡萄啊 快吃吧 好吃吗 好吃 其实在俄罗斯这种东西像这种热带水果也有 像这种水果俄罗斯有没有这个 这个俄罗斯没有是吧 但是我在俄罗斯见过火龙果 火龙果 但是俄罗斯的火龙果都非常的不新鲜 而且在超市里就摆个样子 证明我超市里有这种水果但是没有人买 价格非常贵 一般都放烂了都没有人买 对对对 贵了关键是太贵了 没有人会花这个大价钱去买这个火龙果 其实在这个土耳其火龙果就很便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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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来啊 葡萄 来吧这位你敲开 你自己敲一下就敲开了 战斗民族 我不是战斗民族 我们这个宾馆的房间里面有刀子啊 我给你敲开他 我给你敲开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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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你这那什么果啊有点像香瓜子啊我也没吃过这个水果 就是有点像这个 这个哈密瓜和这个黄瓜的味道啊 俄罗斯根本就没有这个是吧 甜的 看这是什么石榴啊这石榴不是我们买的 这石榴我们是在在哪弄的 我们在树上摘的 树上摘的 非常非常感觉 你看这个上面还有这个掰下来的东西呢 我们今天去路超市路过一条街 正好上面有个树上面有石榴 我认为我当时我带他去毕业 他已经变成了 我把他带回俄罗斯 为什么呀 我认为他很黑 他刚才他在那里就很黑 他就很黑 人俩就非常不理解 说什么树上有石榴 我们还要摘 我还要摘 你还摘啊 我还要摘 他说这个都要在树上摘 送给宋爷的朋友吃 这个印尼很好奇 说树上怎么会长这么昂贵的东西 你第一次见石榴树是不是 当然 第一次在石榴树 这种东西在俄罗斯卖的特别贵 这种东西在俄罗斯卖的特别贵 非常多了个 那天在那个安塔利亚的时候 还摘了一个那个什么 摘了一个橘子 特别酸是吧 特别酸 对 因为还没长熟啊 这回是热点 还长见识了 你要送给谁这个 这是你自己的 留着 自己摘的 所以说得留着 行 不成吗 带回彼得宝 好 你摘来咯 对 好 好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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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